我们先从头理一下事件经过 首先我们早上原本要搭乘四中的巴士 结果上错了车 来到这里之后 我们先穿过门口的操场 来到右手边的教学楼 发现这里并没有人 然后我们回到门口的巴士停靠站 却发现这里的巴士 一周只发一辆车 而同样 穿过操场的最左边是学生宿舍 那里我和池翼还有展英文都看过 也没有人 你们进去了 对 大门虚掩着 里面还有很多的生活用品 不过我们也只是晃了一下 感觉不是很舒服 怎么了 说不上来 就是没有人的宿舍 有点阴森森的 然后在教学楼和宿舍之间就是食堂 里面空荡荡的也没有人 那里我和洛洛也检查过了 最终的结论就是 这里 真的就只有我们六个活人 哎 方向瑞 你 你要干嘛 腿长在我的身上 车子不来 我就自己走回去 别闹 我没闹 你们难道 真的准备留在这个鬼地方等死吗 方向瑞 你干嘛说这种话 没有人想留在这里 那就一起走啊 十一 我这一次站在方向瑞这边 大家 继续待在这里 还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总之 总之就是快点离开 很好 十一跟我走 张一文 你呢 我也很想走 可是你们看一看 现在外面还在下雨 而且天马上就要黑了 这种时候走山路 实在是太危险了 张一文说的对 我不赞同这个时候下山 我们六个现在在一起 安全系数更大一些 那就投票表决 现在二对二 何洛洛和孙银行你们呢 方向瑞 说的不错 腿长在自己的身上 要走 随时可以走 社长 所以 完全可以等到明天天亮 我们再走 留在这里过一晚 不一定会有危险 但是 如果硬是要在半夜下山 而且还是在雨天的话 那一定会有危险的 那 孙银行 越是这种时候 越是不能轻举妄动 我想这里 除了我们六个 是不会有其他人 可以依靠了 所以 从长记忆吧 真是服了你们了 都这个时候了 你们还能冷静地下来 迟一 别害怕 没事的 大家都会陪在你身边 我不是害怕 我只是一想到 万一就见不到爸爸妈妈了 心里就难过 放心吧 迟一 这种事情 一定不会发生的 我以 音乐社的名义保证 现在这个时候 我多希望我参加的是 搏击社呀 多有安全感 实在不行 田径社也行啊 那你 一定是跑得最慢呢 等着送医血吧 好了 我们趁着天还没黑 赶紧决定今天晚上 睡觉的地方吧 这里不好吗 传达室最里面还有两参床 而且 离那个诡异的学校 也远一些 啥事啊 你们千万别去 那里的宿舍楼 整栋楼一个人都没有 我想想 就觉得甚得慌 传达室里好是好 但是 门锁是坏的 安全上考虑的话 还是算了吧 教学楼的义务室 其实也很适合休息 但是 被你们这么一说 晚上的教学楼 应该更吓人吧 那 去哪呢 哎 伙伴们 你们说 操场旁边的那个 独立间的体育器材 是怎么样 里面应该有 不熟的海绵面吧 哦 你说的那个呀 可是我们来的时候 门口有一把锁锁着的呀 你不知道 传达室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作为临时的保安室 保管各个公共设施的钥匙的吗 里面还行 旗帜还行 已经比我想象中的好太多了 哎 快看 还有刚刚写下来的钢管 哈哈 就像 连武器都有了 哎呦 你小心一点 不错 里面的窗户 还能看到外面的情况 哎 大家都动起来 把没用的器材都收拾一下 晚上 就在这里将就一晚吧 之后 我们把多余的器材抬出了室外 将腾出来的空间 铺满了海绵垫 方强瑞和展英文 还贴心地将传达室的饮水机 扛了过来 孙英航 再三检查后 将大门反锁 虽然 我们心里还充满着不安 但是 我们暂时拥有了 可以和这间学校 对抗的安全基地 之后 大家吃了点展英文 带过来的零食 相互鼓励一番 便沉沉睡去 什么味道啊 火 这 快起来快起来 宿舍那边着火了 什么 着火 大家快起来呀 你们快看窗户 着火了 着火了 怎么会 对啊 着火了 哪呢 是啊 虽然黑漆漆的 看不清楚 在哪儿有火光啊 才五点 所以好 你做噩梦了吧 算了 我要回去 继续睡一会儿了 你们 等等 我真的看到了 等一下呀 这 这间学校到底怎么回事啊 未完 待续